日本311大地震将满13周年 日本陆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 外隆起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这种地震一旦规模达8以上 恐怕会引发30米海啸 前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表示 因为根据历史资料 海沟两侧的地震释放能量应该是要差不多的 但现在西侧有11起规模7以上的地震 但是东侧却只有两起 能量释放不均 再加上东侧出现许多新的震段层 也不排除未来有可能会发生 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 就在311周年前夕 不少日本媒体都陆续报道 外隆起地震发生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地震一旦规模达8以上 恐怕引发30米海啸 冲击 岩手 攻城 福岛等东北部沿岸 以末代它有发生 有出现一个9.0的 然后有10个规模7以上的 可是在那个海沟的那个外缘 只有一个规模7.1跟一个规模7.5 很显然两边释放的那个能量 是不能匹配的 台湾前地震侧报中心主任 进一步解释 日本海沟西侧主要是板块边界型地震 也就是海沟型地震 东侧是海沟外缘隆起地震 统计两边发生过的地震 西侧有11起规模7以上的地震 其中就包含规模9的3.1地震 但东侧却只有发生过两起规模7以上地震 很明显能量释放不平衡 因为根据历史资料 海沟两侧的地震 能量释放应该是差不多的 从板块构造来看 太平洋板块向西引没 原本一起被往下拉的北美板块无法承受 因此出现板台往东的力道 导致北美板块向东移了五六公尺 重压在太平洋板块上 太平洋板块因为巨大张力出现许多新的断层 这恐怕会引发规模8以上的地震 等到这些正断层越来数目越多 而且都连在一起以后 就有可能发生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 无论是日本当地居民 或是未来即将前往日本的旅客 都得提高危机意识建立正确的放在观念 记得上报道